感恩南武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台长师父 我来自河南 出生于1973年 生肖属牛 这一次偶然陪家里人一起来比利时 有幸遇到卢台长 感觉到这里的人和事让我很有一种家的感觉 然后这几天刚刚学习念心经 在这里我想请台长可以帮我这点迷经 就是关于事业 你几几年的啊 数什么的讲给我听吧 73年数牛的 73年数牛的是吧 对 你生意做的不好 这个牛啊 整个两个前爪啊 在那个水池里面拔不出来 后面两个你腿呢拼命往前跑 但是呢前面两个腿呢出不来 就是说你很愿意做很多的生意 在思维上面在动足脑筋 在做很多好的生意 但是呢一直做的不顺利 做了开始的时候慢好 到后来就不行了 对不对啊 而且你这个人比较老实 你跟潘呢 就是跟你的那个合作人要特别当心 因为你过去被人家合作人有过欺骗 前被人家骗过 对不对了 对对对 这什么难为情的 对不对啊 明白了吗 嗯 你这个人要每天念心经二十一遍 大悲咒十七遍 嗯 还要念往生咒 我劝你从现在开始不要再吃活的东西了 否则你的生意不会太好 嗯 听得懂吗 要不要念小房子 小房子要 我看一下啊 嗯 小房子要念的 你念二十一章就好了 你家里的风水不是太好 我刚刚看到你家里啊 走进去 左面那块地方 很脏啊 黑黑的 有不好的东西 嗯 你家里左面 进门的左面啊 嗯 好 放了好像一个储床室也比较什么像鞋柜啊 什么很脏的那个 嗯 也比较卫生间那个地方 嗯 对不对了 对对对对对 我怎么到你家了 嗯 明白了吧 对 好吧 我结婚三年多了 就是很想要一个小孩子 结婚三年多 嗯 你是属什么的 属牛的 你太太呢 属鸡的 啊 你们过去有过孩子 掉了 我 我这次 我知道 你是你 主要是你太太的身体 不是太好 听得懂吗 嗯 她有舒染管堵塞 嗯 明白了吗 对 你没什么问题 你叫她情绪要稍微稳定一点 我看她的情绪非常不稳定 嗯 这个态度 嗯 这个态度 她脾气很厉害的 你怕她的 你怕老婆 我 真的懂吗 嗯 所以没什么大问题 好 谢谢 好吧 你 我看一下啊 什么时候能生 你要叫她念小房子 七十八章之后 好的 好吧 谢谢 你看一看吧 要明年了才有机会了 今年可能不是太有机会 嗯 好吧 还有她的我想帮一个王人现在问她一下 就是她叫什么名字 她姓杨 物质杨 然后宇宙的宇 山峰的峰 杨宇峰啊 对 杨宇峰 男的女的 应该是男的 什么时候死的 2013年2月 杨宇峰 男的 嗯 看到了 她已经画了500张小房子 对 她就知道 她还去罗道 嗯 我告诉你好吧 样子跟你很像 个子不高 眼睛不大 脸有点黑黑的 稍微偏黑的 听得懂吗 好 谢谢 你要不要晚上叫她来看看你啊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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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想 你现在心里在想啊 啊 我老婆天天 吓我 没想到卢台长也来吓我 呵呵呵 好不好 谢谢台长 你要记住啊 你这个人有点财运的 听得懂吗 嗯 谢谢 你这个人人挺好的 你上辈子欠你老婆很多 明白了吗 所以这辈子你一定会还她的 呵呵 谢谢她的 好好的 好好的念姐节奏 念心经 你会开智慧的 好吧 谢谢 好 嗯 嗯 嗯 这位阿姨是1964年属龙的 她的腹部不好 她说前那个干嘛 64年属什么 属龙 那我帮她从上面看下来 好吧 感恩师父 我告诉你 她第一 这里脖子也不好 酸痛 对不对呀 对 再往下看 胸闷气急 对不对 对 再往下看起来 那肠胃 堵塞 吃东西就接在这里 不消化 对不对 对 那这个老太太 这个阿妈妈 这个腰也不好 对不对呀 对 妈妈你不要老生请得懂吗 然后你要钱的 是你要想开一点 还有自己的当心 关节也不是太好 关节 对不对呀 对 你要每天念大悲咒 念心经 还要念往生咒 你从现在开始要净杀业 你现在不许杀生 而且不许吃活的 任何活的东西 你做得到不了 做得到的 小房子叫他念84章 马上就会明显好转 嗯 还有叫他吃一点香沙养胃丸 他的肠胃啊 不掳动 哦 叫他要走路 哦 好吧 好的 他生 有一个 他生一个孩子的时候 我刚刚看他图腾 他生一个孩子的时候 他有一点危险 有一个孩子有点危险 他家里的有个孩子危险啊 不是啊 生孩子的时候啊 哦 听得懂 听得懂吗 嗯 其他没什么了 哦 嗯 家里还设了个小佛台 嗯 对了小佛台了 他家里就是挂了一张 好像挂礼上面有菩萨嘛 菩萨是吧 对 是不是在进门的左边了 门进进去的左边 看见了不了 对 看见了 你赶快了 人家菩萨都来了 你自己还不好好供 明白了吗 对对 感恩师父 好吧 嗯 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 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吧 你叫他 要叫他放生啊 嗯 叫他放生 放生要多少条鱼 要放生2500条鱼 哦 2500条鱼 嗯 好的 没问题的 他的身体没有什么问题 他最难过的就是 他生孩子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是有点忧郁症 哦 啊 对不对啊 对对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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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灯开得这么亮 干嘛了 在那里 灯关掉就好了 这个灯 为什么要开这么亮了 嗯 来 你讲吧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诸佛菩萨 感恩师父 弟子给师父请安 弟子想请师父 给这位同修看一下 他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他是1986年的虎 他在16岁的时候 脑子 脑子 对 16岁的时候就想跳楼 自杀了 看见不见 然后他现在的情绪 一直都很紧张 有时候找不到工作 他说 忧郁症 发疯 严重 他经常自己会讲话 自己会想不通 他身上有灵性 他现在几岁啊 他是86年纪 29岁 他结婚了没有啊 还没结婚 他妈妈打过胎 叫过孩子 他妈妈有一个孩子 在他身上 在他身上 你去问他妈妈打过胎 没打过胎就知道了 那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就是这个灵性 让他得了忧郁症了 好的 明白了吗 好的明白 请问师傅 请问师傅要多少张小房子 八十四张 八十四张 好的 你问他 经常做梦 有人追他 是不是经常做梦 有人追他 恶梦做吗 在梦中有人追你吗 想把你抓住 没有 明白了吗 晚上 做梦 他听不懂你讲的话 他听得懂他妈妈讲的话 有某人 坐一来呀 听得懂吗 你叫他赶快念经 这小孩子已经是前期的忧郁症和自闭症了 明白吗 那请问师傅他的功课应该怎么做 他的这个严重出问题了 所以他不适合结婚现在 明白吗 他其实就是脑子傻傻的 他现在这个灵性是个男的 在他身上跳来跳去 你问他 除了 除了他的脑子有问题 他的腰 这个灵性经常在他腰 还在他的腿部 所以他经常有时候 他这个 做了时间久了就站不起来 他的两个腿一直觉得酸痛和腰 明白吗 好吗 明白 好的 师傅那请问他需要多少条鱼放身 慢多的 他上辈子有沙叶 他至少要五千条鱼 五千条鱼 好的 好吗 好的 这个人很老实 他现在脑子不拐弯了 听得懂吗 晚上有人跟他讲话 你要叫他好好念大悲咒 心经还有礼佛 他大悲咒应该念多少 十几遍 心经念二十七遍 礼佛呢 三遍 好的 还要念解节奏 解节奏 每天四十九遍 四十九遍 好的 没有什么大问题 他不疏于很严重 他念了经之后会好起来的 他这一波小房子念好以后 以后每次都 二十一张一波 二十一张一波 好的 好吧 你要叫他注意 你要叫他注意 他的左手 他的左手啊 他的左手 不大动不大动怪怪的 他的神经不受控制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他讲话你听得懂吗 自己要锻炼 要动啊 再不动的话 这个手会发麻 经常会发麻 脚都是冷的 你问他 脚都是冷的 你广东话不会讲吗 脚冷不冷 脚 你的脚冷不冷 现在冷 他脑子都搞不清楚 好了 你应该以后找个讲广东话的人 把他翻译 你跟他这样沟通 他广东话不会讲 他会讲广东话 他不是广东人 不是广东人 对 对 好的 谢谢师父 感恩师父 好了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大慈大悲 卢君洪师父 弟子给您请安 我想请问一下 一个1992年属猴的 他的身体状况 就他男的女的 就他 92年属猴的是吧 对 已经念了900张小房子 他脑子出毛病了 知道 知道 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他现在呢 吃东西比过去好一点 对 这个猴子呢 现在是这样 他现在基本上呢 是被锁在了一棵树上 所以呢 他不能动 而且呢 到了晚上啊 他经常会抽筋 对 你要给他小房子 要加强 他身上有一个灵性 是个男的 像一个老爷爷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爷爷啊 外公啊 外婆 都去世了 都去世了 爷爷外公都去世了 我问 我看一下啊 这个人的样子 我讲给你听 你看看像谁啊 头发花白望厚书的 鼻子蛮大 眼睛不大 那是他的爷爷 他的爷爷是西人 怪不得鼻子大的呢 我看一下啊 是啦是啦 哎呀 他的爷爷 我告诉你啊 死的时候蛮痛苦的 我们接触的比较少 我就讲给你听 生恶病走掉了 现在在他身上 他也要小房子 要多少张 还需要多少张 72张 好 好吗 我可以在他 一个礼拜之内 来看看他 或者看看你 都可以 不要 我念小方 你不要是不是 不要就算了 我念小方 他说他很想看看你们 他说 他好像过去啊 他活着的时候 他好像跟海水有关系 他好像有一个很小的船 大概 他说 我不太清楚 他说他有一条船 就是小游艇一样的东西 因为他很小的时候 我们就分开了 分开了 分开了 然后他爷爷后来 我知道去世了 但是不知道 前边做什么 就他念经吧 念完之后 他会好起来的 他老在他身上 回来看他 所以每天晚上 白天 这个 这是你的孩子是吧 白天 他就比较正常 干净 一到晚上 他就开始发了 不想睡觉 眼睛会发直 呆呆的 就这个样子就出来了 明白了吗 知道 就这个样 谢谢 好吧 他需要 还放生多少 500条 500条鱼 谢谢 好吧 还有一个问题 请帮我看一下 我家的佛台怎么样 62年的虎 你们家的佛台靠窗户的 对 完全对 佛台还可以 观世音菩萨来过 来过 你们家乡有过打卷的 有 完全正确 经常接莲花的 好吧 其他没有什么 OK 有菩萨来过 好吧 好的 你们家最好 以后把厨房间弄得干净一点 厨房间味道很不好 厨房间应该很注意的 你吃全素了吗 吃全素了 为什么厨房间的扫地的地方 我想一下 烧饭的右边 一个鸡脚楼的地方有测味 放了什么东西了 跟楼下有关系没有 楼下是卫生间是不是 不是楼下是我们家房东 他们年纪比较大 哦 他吃荤的肯定 他是西人 年纪很大的 他们现在已经 那没问题的 身体还 那你这个地方贴上山水画就可以了 OK 好吧 好了 谢谢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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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空台长 我自己的夜照 自己背 我是69年 属鸡的 69年属鸡的是吧 看到了 你说吧 我想问什么 我想就是 我一个是非常严重的抑郁症患者 我看看啊 你有钓过孩子 听得懂吗 恶不就恶了 咋就孩子什么关系了 还不讲 不讲就没钓啊 我看看钓几个啊 你不讲 我就拼命的看 你讲了我就算了 真的 两个 是的 鼓掌 看见吗 你 我告诉你 我现在看你 全部都看出来了 你这个人 脑子傻傻的 听得懂吗 被人家骗钱 你就你这种人 赚一点钱 还要去投资啊 你就不要投资了 钱都被人家骗掉 还投资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听得懂 听得懂可以不投资的了 不投资 不投资 骗掉了 说不投资 当心啊 经常又想不通 生上了两个孩子的灵性 在你身上 赶快念掉 不念掉的话 你脑子一直会想不通的 听得懂吗 还有 你一个婆婆 还在不在啊 在 他身上有一个灵性 是一个男的 经常在弄他 所以你婆婆的身体非常不好 对不对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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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问题在这里 不是经常弄他 现在他经常还弄你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抽筋 走不动 对不对啊 对 对 听得懂吗 你老实一点 台湾很快就帮你治好了 我帮你治好之后 你很快就要去治你婆婆去了 不会的 我告诉你 你少跟他接触 因为你这个婆婆很厉害的 听得懂吗 对的 前世的冤结 对的 我告诉你 你婆婆真的很厉害的 你老公在不在啊 在 不在啊 不在我就多讲两句 婆婆也不在 在了我就不讲了 你赶快每天要念心经四十九遍 大碑做十七遍 好吧 礼佛念三遍 然后小房子 你一直要念下去 念到你彻底好转 你要放声 大概要放七千条鱼 七千条鱼 好吧 你要注意 你的 我刚刚看了你的图腾 你的妇科也不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自己要当心啊 你的肚子经常痛啊 嗯 嗯 还抽筋 嗯 记性不好 嗯 掉头发 对 掉头发 所以啊 赶快了 你赶快念掉之后 这些毛病都会慢慢都没有了 那个小房子还要念多少张 哎 我看到了你的前世 你想听吗 想听 第一句话 你很开心的 在天上 很开心 第二句话 你不开心的 在天上 是这天上一个仙人长下来的 呵呵 所以你这个人特别喜欢 花草 对不对啊 对 嘿嘿嘿嘿 你是仙人长 呵呵 你别看你不凶 但是你讲话 眼神 能经常讽刺人家 或者让人家看来很不舒服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给人家看颜色的 仙人掌带刺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好好念经啊 那那个小房子要念 他有洁癖 小房子要念多少张 小房子是吧 嗯 小房子你就十七张一波 一直念下去 大概要念十五波 你就会明显好转 好的 好吧 你记住啊 要有信心啊 好吧 你每天早上起来会很舒服 到了晚上 你就会难过 想不通 听得懂了吧 傻傻的 真的可怜的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再给我这次机会 很难得 真的非常感谢 感谢陆台长 感谢师父 台长坐了二十多个小时过来的 坐得头昏远花 睡一觉 在飞机上睡一觉醒了一个小时 再睡一觉半个小时又醒了 再睡一觉十五分钟醒了 他后来睡不着了 稀里糊涂就到布鲁塞尔了 我是六二年属虎的 六二年属老虎的 对 想看什么 我头疼颜色什么 偏绳色 你颜色可以穿得稍微深一点 裤子要穿绳色 我告诉你 你这个老虎 看上去不是很凶的 你听得懂吗 听懂 你这个老虎没有用的 你在家里啊 肯定被你老婆骂的 对 听得懂啊 听懂 因为我看你这个老虎 一个手啊 就前面一个爪子啊 哇 动起来很厉害 那个不动的 一直撑着了 就说 好像很有 很厉害 实际上呢 不会往前冲的 你老婆 把那个气场 我看过来 把你的老虎啊 这个头啊 老往后 老往后 就说他骂你 你就往后退 对不对啊 但是你这个人呢 还有一个想法 以退为进 说得很对 说得很对 听见了啊 图层很奇怪的 很准的 你在家 你想问什么吧 我想问我的事业 几几年的 六二年 是虎代 你过去有一段时间 事业不错 现在在往下坡路走 嗯 对 你听台长的话 你的事业还想进步的话 你不要找跟老虎的人合作 听得懂吗 知道了 因为两个老虎还有属龙的 你都要当心 明白吗 你可以 找其他的生肖都可以 啊 你可以 找一个 啊 生意跟人家合作 啊 或者跟他作为一个 那个 良好的一个互作关系 因为我看这个老虎非常友好 就你这个人做人啊 可以跟人家打交道 因为有的人呢 面坑当中不能跟人家打交道 只能做 一些 内部 做的事情 而你呢 可以跟人家打交道 因为你这个人比较随和 但是你有一个缺点 你老婆在不在这里啊 在 哦 那我就不讲了 你自己要好好改 你这个人呢 年纪轻的时候啊 心哗哗 现在好很多了 你念了经之后啊 你更好 你听得懂吗 好吧 你呢 胆子 很小 但是呢 心呢 有胆子很大 啊 所以叫 啊 心里呢 想 那么你跟台长宣佛之后呢 台长以后让你呢 心也不要想 你就会变得越来越 好了 你老婆会越来越爱你了 听得懂吗 你大概在今年的八月份 有个机会 好吧 你自己担心一点 有个机会 生意会好起来 还有 你曾经生意上转过行 对 对对 对 看见吧 对 啊 所以你们不来看 你们根本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很奇妙的 所以 有的人忙了一半 半天 人家把你一算 说哎呀 都是一样的嘛 所以你以为你摆脱了 哎呀 我穿过了自己的生命 实际上走来走去 还走这个道 明白了吗 你这个人是个好人 没有什么大问题 谢谢 好吧 你这个嘴硬啊 但是你心软呢 心很软 你跟你老婆吵架的时候 也会说 离婚好了 离婚好了 过一会儿肯定不离的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因为我看他这个老虎 在园底打圈 园底打圈的老虎走不出去 听得懂吗 所以你老婆现在一听 他放心了 你跑不了 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啊 还有 问一下我的家的 你最好不要吃活的海鲜 我现在不吃了 不要吃啊 我告诉你 你们大家记住啊 现在吃海鲜 末法时期是现实报 所以我跟你们讲一点 你们就知道了 现在的人 为什么 你看 你看把一条鱼宰了之后啊 这条鱼宰了之后 它肚子里的细胞啊 那种细胞 还不是马上死掉的 你杀了一个鸡啊鸭啊 你虽然烹饪了 吃进去之后 它的细胞还在蠕动 所以跟你的肠子呢 接在你的肠子当中 你晚上吃了这么多东西 又不出去运动 然后呢 不消化 它一直接在你的肠子上 时间长了呢 就接肠癌 把你的好肠子都粘起来了 你们看 过去动手术 把拆线 缝的是线 现在呢 是用羊肠 这种羊肠呢 跟你的肉缝在一起之后呢 它慢慢跟你的好的肉啊 就接在一起 接在一起之后呢 就粘在一起 所以你看 凡是接肠癌的人 全部都要什么呢 全部都要把肠子割掉三分之一三分之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最好不要吃活的东西 这个对你们刚刚学佛的人来讲 对不对 我不知道有求很高 先吃 不要杀神 第二 以后时间长了呢 再慢慢吃全素 你吃了全素之后 我告诉你 你跟太太两个人会吵架更少 好吧 你再说吧 你还有问一个家里人是吧 我家那个房子的风水怎么样 还有 你不能说风水 风水台长就不给你看了 你要学佛 你说 看看家里的气场怎么样 你们家要设佛台啊 佛台 我看看啊 你是几几年的虎啊 六二年的虎 房子还蛮大的 哇 你太太有洁癖哦 弄得干干净净 那这个佛台呢 好是慢好 小了一点 对不对啊 对 佛台的下面 你放什么了 烧小房子的那个碗放在下面 碗放在下面 是不是啊 对 那个这个下面 有没有排污管呢 还什么 你放了什么其他的法物啊 比方说那种 嗯 怪怪的那种 啊 是皇帝啊 那种 其他东西有吗 那倒是没有的 有放过什么小动物吗 没有 没有 就小动物 不是小动物的这种图片啊 卡片啊 也 也 也 那种 你家房子也蛮漂亮还蛮大的 嗯 蛮好 还有好像后面还有一个 花园一样的小小的 嗯 这是看得到 花花草草的 羊惨 好了 还有我那个 让他看看小孩子超出去了没有 六五年 是我 适合的 哦 你太太脾气好大 对 还有一个灵性在身上 还有灵性 啊 明白了吗 还叫他赶快 你赶快把他念三十六章 三十六章 哎 好吧 知道 你太太你要给他每天念 欺骗心经 啊 念解节奏 请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 让我太太某某某早点开悟 好吧 好的 开智慧 好吧 你放心好了 你太太以后开了悟了 哎 对你可好了 谢谢 不过呢 还会很凶 因为你上辈子欠他很多 嗯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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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我一个玩的 我妈妈 我妈妈 呃 零三年故事的 徐玉英 徐 玉 玉念的玉 音 哦 玉 徐玉英 对 英雄的英啊 对对对 几几年走的 零三年 哦 看到了 哇 你两个眉毛 眼睛跟你妈妈特像 对 嗯 对 个子不高 对对对 嗯 这里还要全国一点点凸出来 说的很对 看到了 我看看他在哪里啊 你给他念了几张小帮子啊 六十一张 功力蛮大的嘛 把他推到阿修罗来进 好好 好吧 你好好努力啊 你一定把你太太能够念回来的 好了 嗯 好了 好了 不能再问了 你问了很多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师父 这位同修 他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他是六一年的牛 他是五年前突然中风的 请师父看 六一年属牛是吧 对 他中风的时候几岁啊 中风的时候 一个节 五十岁的时候 四十九 四十九 嗯 十足年龄四十九 再讲一遍 七几年属什么的 六一年的牛 六一年的牛 哦 这个人 他 还有点钱 他做生意 但是他在 做人方面 的确是比较欠缺 他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他身上 有一个鬼 很厉害的 厉鬼 还有一个 他被人家下过杠头 你问他 有一段时间 整天 鸿鸿叨叨的 什么事情都搞不清楚 啊 而且呢 经常想发脾气 经常不开心 身体很不好 他听不懂的啊 他口语听不懂啊 他因为 开始的时候 讲话都不清楚 现在他念 已经念了 两百张小房子左右 就放生了三千条鱼 以后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 讲话也能讲点 然后以前都跪不下来 拜菩萨 现在还能够跪下来 拜 嗯 现在他家里有没有人帮他念经啊 现在他的小房子都是他自己念 哦 他小房子叫他念三百八十章之后 他可能要有一个有一个要求观世音菩萨 要烧大香 把观世音菩萨请来之后 然后来化解他身上被人家下的杠头 那个杠头还没走掉 哦 那怎么样跟菩萨讲呢 就是东南亚叫下降头 下降头 实际上你们要当心 你们如果跟一个人不好的话 很难过 很不舒服的时候 你们有时候会被人家下降头 人家的找一个人啊 念佛咒 就可以把你弄到神魂颠倒 听得懂吗 听得懂 然后就是说 我们自己在家里烧大香 把菩萨请过来 对 然后请过来 然后他要念三百张小房子 三百张 念完之后 他才能烧大香 才能把他这个下的降头会去掉 好的 好吧 感恩师父 人家 你问他就知道 他过去做生意的 他跟人家有好 好很多人都是怪怪的 跟那些 跟那些人家说 那个巫婆啊 跟那些人都有关系的 嗯 他以前在一个超市里面 那个鲨鱼的 哦 你看 那请问师父 他还需要放生多少条鱼 一万两千 一万两千条 好的 他现在的功课 他现在不但是中风 但是他的小便也不好 他的肾脏也很差 而且他有前列腺 经常小便 一会儿小便 一会儿小便 嗯 那现在他最多的 礼佛一天的功课 可以念多少遍 他不能太多 七遍 七遍 好的 好吧 他的功课是 大悲咒二十一遍 心经二十一遍 往生咒四十九遍 可以吗 可以 你问他 他过去这个脸 不是这个样子 他现在这个脸 就是他身上 那个灵性的脸 他想看见那个鬼 跟他这个脸一模一样 对对 他开始修的时候 没有看上去 这么清爽的 现在脸部 看上去清爽的 还是不行啊 你还表扬他呢 嗯 没有搞丑啊 对不起 对不起师父 现在懂吗 他身上有灵性啊 嗯 好了 你可以去问他 晚上这个灵性 有时候离开他 在他家的屋顶上 他经常会听到声音的 你不要去问他了 他搞一搞不清楚了 厨房里有个啦 厨房里 哦 有听到声音 公公的声音 他说 懂懂懂的 我知道还是他知道啊 搞不清楚了 跟你说 家里如果有鬼的话 很多人就会 回到家里就会难过 回到家里就想发脾气 回到家里就想吵架 你们记住了 在家里已经有灵性了 明白了吗 所以你们要记住 回到家里觉得气场很不好 想发脾气了 赶快先烧香 家里有个佛台多好啊 能够随时随地拜菩萨 对不对啊 发生问题啊 还有什么问题啊 没什么问题了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叫他继续念下去 会越念越好的 好的 左肾脏要当心 左面肾脏 已经不大工作了 好的 谢谢师父 明白了吗 大家看看 杀业 说叫你躺下来 就躺下来 所以人不能做这种事情的 感恩大使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 卢俊宏台长 这位妈妈 不会说普通话 我帮她翻译一下 她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她是四一年属舍的 她想问一下身体 她有 老妈妈有调过孩子 你要适应大陆吧 有 老妈妈这辈子 人是很好 但是到人间是来吃苦的 她一辈子就是吃苦 所以叫她不要难过 想着看 一定要求观世音 不得保佑 她现在的身体 我现在看着她的图层 主要的 一个是眼睛 很不好 对对对 第二 老妈妈的咽喉部分 非常不好 经常咳嗽 干 难过 痛 对对对 她说也都有 这样跟她痛 再往下看 老妈妈 腰不好 腰 她说对 还有 这个老妈妈要记住 她的泌尿系统很差 她说对 她想问问她有肺癌 她说是 我看看啊 2010你做了手术 几几年属什么呢 四一年属蛇的 右面 对 有积水啊 有水在里面 对啊 她已经一年 一年做过手术了 已经帮她抽掉很多水了 做过手术了 我看看啊 哦 这个手术蛮大的 老妈妈 你这个肺啊 切掉过一点了 已经 对对对 切点 鼓掌 怎么都没声音了 听不懂吗 老妈妈 你现在 要记住了 你现在要吃全素了 因为我现在看这个灵性 还不会牢过你 接下来 已经开始弄你的肝了 老妈妈你的右腹部 下面 经常会有 吃完了 饱了之后 隐隐有点做痛 他说腰痛不好 这个地方 前腹部啊 你跟他说 这个肝已经有问题了 对对对 他说有 那个这个 我第一个说不对 再说就对了 怎么这样的了 听得懂吗 老妈妈 小房子 还有多少 小房子 我看看他以后死是死在什么地方啊 数什么的 四亿年属蛇的 四亿年属蛇的 老妈妈 瘦还挺长的 我不会讲给你听 我帮你看看 瘦多长 你现在几岁啊 七十几啊 六十九啊 七十九啊 七十六 十足的七十五 虚岁的七十六才是 那老妈妈你吃全数 好好念经 好吧 你的阳寿 应该超过这个数字的 听得懂吗 超过 超过 八十以上 他想问一下 小房子还要念多少 放生多少 小房子给他念一百三十张 放生给他放六千条鱼 老妈妈叫他把自己家里弄弄干净 供菩萨要弄弄干净 他现在供菩萨这个水杯啊 什么水果啊 都好像 没有供菩萨 他说什么 他说在中国半年 这里也半年 所以他家里没有 好像没有 那我要么是看见他家里的了 你等等啊 我帮你看看啊 是怎么样的家里啊 我想给你听啊 是公寓房 楼房 大楼 对对 那就是你中国的家里的佛台 所以我刚刚说了 好像很旧 好像水果啊 水都没换 就说明你在 你因为在这里半年嘛 你那里就没人供了呀 听 他说中国好像也没有列佛台 没有什么 半年半年在这里 半年在法国 有啊 他家里有菩萨呢 我讲了 家里有啊 你们家里有菩萨 赶快供啊 好吧 以前有个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像哦 我忘记来 后来我想在中国要帮你 最灵部要进他 不好 所以把他请出来了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我经常打电话 人家说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 过一会儿 而想起来了 再打进来 听得懂吗 老妈妈 你好好共啊 问题是他说 他在这里半年 在中国半年 没有关系的呀 你在中国也好 在这里也好 你在 如果你决定在这里时间长 那么你就在这里呢 供一个小佛台 然后到中国去的时候呢 把这个佛台拍下来 照片拍下来 到中国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照片供在那里 前面放个香炉 放个水 放个水果就可以了 听得懂了吗 老妈妈 我这没有电话放 这房子比较小 就是一房一天 就是这里是不是 这里房子比较小 房子比较小 那你就供了小一点就好了 就供一层观世音笔上面就好了 观世音笔上 放在那个主台上面 左面 进门的左面 右面一个主子 进了一个小客厅 你家一个小客厅啊 左面 对对对 他说这个客厅 听得懂吗 他说他左边有个酒 酒櫥 酒櫃 酒櫃 叫他移掉 酒櫃是你的孩子的 他说你孩子放了 那你就跟他商量一下 把酒櫃 把酒櫃里面东西拆拆掉 酒拿掉就好了 那放在哪里 好吧 这个地方环境最好 好了 这个地方最亮 老妈妈就放这个地方 好了 好了 王仁 王仁叫什么名字 快一点 灵 营 人 零 双木 零 零死的人 仁义的人 其他人 什么 零 人 什么 怎么 信什么 双木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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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零死的 零 零 零 仁 仁义的人 零 零 零 什么时候走的 七八年去世的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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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啊,他走的时候有人帮他到庙里去超渡过呢? 在这辈子你讲求的吧? 无常啊?没声音的啦! 听得懂吗?他现在已经在天上了,他在遇见天,他的爸爸 第一个遇见天 好吧 还有什么问题啊? 他想问他母亲 一般只能问一个的 再给他问一个吧,这个老妈妈 快点了,快点了,老妈妈 张灵妹 工厂张 双目张,领导的灵 双目张,他说 双目有张的 真的 这个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来的 不好意思 工并张 工什么? 工厂张呀 工厂张呀 还有个 灵,就是灵回来的灵 灵师范,这个一 章一妹妹妹妹的妹 第二个字不认识啊 第二个字不认识啊 怎么讲呢? 领导的灵 灵,灵节 灵灵啊 灵明 灵导的灵啊 金鴻台长,自己一夜,自己背。我想问我的孩子,07年朱,说什么?说朱。 当心啊,小孩子自闭症啊?是啊。 股长,身上有灵性,害怕见人,听得懂吗?喜欢关在房间里打电脑,玩游戏。 是。 小孩子,智商没问题,就是灵性控制他,明白了吗?明白。 如果你不给他念经念调,时间长了,以后会不会读书的,就是怕读书了,听得懂吗? 好。 现在这个情况还没有发生吧? 他是吃书的。 吃全书了? 他小小。 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两三岁我给他吃,他也拿出来不吃。 你赶紧跟菩萨说,关心菩萨拿他吃书的功德,让他这个忧郁自闭症赶快好,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这小孩子以后大起来蛮好的。 好,谢谢。 嗯。 他的图同颜色是什么? 属什么? 属猪。 花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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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花斑猪。 听得懂吗? 给他穿花衣服。 花衣服。 那穿这种衣服蛮好的。 嗯,好。 明白了吗? 是了,所以才有缘性。 你看他不动不声不响的,他很会惹人呐。 你不想了,他跑过来惹惹你。 嗯。 讲讲你,搞搞你。 在学校也是这样。 嗯。 看见没有啦。 嗯。 灵性啊,明白了吗? 他有念心经。 什么? 他有念心经,欺骗神经。 哦,念心经是吧? 他现在几岁啊? 九岁。 我看他什么时候好啊。 好。 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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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岁以后,就会好起来了。 好。 你现在不要让他吃了太多,他会胖。 好。 他吃了太多了。 不是他在吃,是他身上那个鬼在吃,听得懂吗? 哦,好。 就是要192张小房子。 什么? 小房子。 小房子。 像他这毛病,一共要刷900张。 你现在刷了几张了啦? 还没有,我只是刷我自己。 哎,那赶快吧。 好吧。 好。 还有,要注意这孩子的鼻子有点问题。 哦。 听得懂吗? 听得懂。 经常鼻子呼噜呼噜的,而且鼻子塞。 是啊。 是啊。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 哦。 还有小便多。 是啊,小便多。 因为水很多。 明白了吗? 明白。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的? 好。 好吧。 好,谢谢。 你是他妈妈? 我是他妈妈。 你几个孩子啊? 三个。 三个是吧? 好。 不止三个,你打掉过一个。 我有念小房子。 你有念小房子。 没走? 还没走。 嗯。 是个女儿。 是啊。 嗯。 好好念经啊? 有。 好吗? 我有念的。 好了。 师父,还要问一个盲人,我父亲。 叫什么名字啊? 杨观颂。 叫杨什么? 观颂。 观颂的观, 第三个什么字啊? 送。 送。 送你东西那个是。 啊,送。 杨。 观颂。 观颂。 是。 男的女的,你爸爸是吧? 我爸爸。 杨观颂。 麻烦了,找不到。 上面找不到。 找不到。 你做不到他的梦了。 嗯。 他已经投胎了。 哦。 嗯。 你记住,你爸爸死掉了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你周围,过去周围有个亲戚朋友生孩子了。 你别去找了。 嗯。 就你爸爸投胎了。 哦。 你一查就查到了。 你别去跑到人家一个亲戚这里,看见这个孩子一岁两岁。 爸爸。 你不能叫的。 知道。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吧。 你心里知道就好了。 对他好一点。 好。 多买点东西给他吃吃。 多买点东西给他吃。 不可以提。 好吧。 不可以提哦。 好。 乖点啊。 好好保护好自己孩子啊。 好。 给他小房子念掉。 孩子就正常了。 哦。 现在他讲话都很累。 听得懂吗? 不太想讲话。 他看到人不认识他不讲。 嗯。 就跟你说呀。 智商受影响的呀。 是比真的孩子受智商都受影响的。 明白了吗? 好了。 谢谢。 好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静佣太长。 嗯。 我想帮我太太问。 身体不舒服。 谁啊? 谁身体不舒服啊? 我太太身体不。 几几年属什么的? 1960年属老鼠。 1965年属老鼠。 60年。 60年属老鼠。 对。 哦。 你站在不治身上一点点不舒服了。 他身上有大麻烦了。 对。 他生长东西了。 对。 而且会跑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癌细胞。 癌细胞。 你赶快了给他念经了。 他开始念经了一年多了。 你要让他吃全素。 他现在开始吃差不多一个月全素了。 一个月是吧。 对。 嗯。 太少了时间。 种下去的善果。 善因还没得到善果呢。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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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过就是去年啊。 嗯。 特别危险。 啊。 差点走掉。 啊。 动过手术了。 我看到他。 嗯。 他七年没有动过手术。 你们都不要鼓掌好了。 我不看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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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长告诉你们。 你们认识台长啊。 啊。 以后。 依然跟你们说。 看不好了。 你们回家等吧。 那么你们。 心里就会有一丝希望。 我还知道有个卢台长。 啊。 试试看。 他能救我。 听得懂吗。 刘强后路啊。 啊。 没什么大问题。 我告诉你。 你要记住。 第一。 叫他念小房子要念七百三十八章。 好的。 好吧。 第二。 叫他要吃全素。 第三。 叫他好好做人。 不要恨。 因为他心里有很多的恨。 对。 嗯。 嗯。 我告诉你。 你们家族里面。 对他也不好。 所以他跟你家族里面的人啊。 恨得很厉害。 对。 你在当中三甲板。 这里要说好话。 那里要说好话。 啊。 对。 对。 哈哈哈哈哈哈。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 啊。 我想帮一个。 帮两位同修问个问题。 不能问这么多的。 一个人只能问一个。 对不起。 只是问一个。 呃。 一个女同修的母亲。 1958年属狗的。 呃。 问她肾脏。 她。 呃。 她身体的肾脏。 这个问题。 58年属狗的是吧。 对。 女的是吧。 对。 哦。 一个身脏很危险。 不工作吧。 对。 我告诉你。 医生现在。 肯定要叫她做。 检查不出。 检查不出。 但是一个身脏。 经常酸啊。 难过啊。 痛啊。 都会有。 应该是左面那个。 嗯。 你叫她赶紧念小房子吧。 嗯。 我看到有她的孩子。 打掉的孩子在。 对。 好吧。 嗯。 好了。 谢谢你刚。 叫她念49章。 先试试看。 好的。 叫她两个手。 念大背座。 念完之后自己戳。 戳后背。 明白了吗? 好的。 好的。 好了。 谢谢卢台长。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台长师父。 自己的戴自己背。 想问一下2004年俗口的她的壁子身体有黑色。 嗯。 我看她有没有灵性和业障。 就是你编上这个啊。 对。 哼。 这么大的灵性在身上你还说没灵性啊。 还要看啊。 她要有多少张小房子。 我告诉你啊。 她这个灵性蛮厉害的。 有时候很稳。 有时候又骂人。 有时候会砸东西。 嗯。 要知道灵性。 至少给她念280张小房子。 是的。 好吧。 好。 给她念280张小房子。 其他有没有。 你们家族里面有杀业。 影响到她的。 杀业我不知道。 嗯。 杀业就是过去啊。 杀鸡啊。 杀鸭啊。 杀鱼啊。 对。 我妈妈的工作是杀鸡的。 看见了啦。 你妈妈死了没有啊? 死了。 死了。 我看看是不是你妈妈在她身上啊。 嗯。 哎呦。 哎呦真的。 个子不高。 脸死的时候瘦瘦的。 对。 啊。 穿着花衣服。 丝绸的衣服死掉的。 就是你们给她换上去的。 对。 嗯。 眼睛蛮大。 眉毛细细的。 对吧。 嘴巴很小。 嘴巴很小。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可是不留意。 她为什么到她身上去?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叫她替她还债。 你们欠她太多。 她死不瞑目。 她走的时候一句话都没有。 看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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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死的时候连眼睛都没闭。 开始的时候。 后来把她眼睛才露下来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要练多少张小房子给她? 已经练了三百张了。 我少吃。 不够。 一共要九百张。 好吧。 好。 你做人好好做。 这是你亲妈, 还是不是你亲妈? 讲呀。 什么不是我亲妈, 不明白。 就是说她是你的亲, 你的妈妈, 还是你老公的妈妈? 我的妈妈。 你的妈妈。 是不是跟你很亲的妈妈? 对。 我妈妈。 她把你生下来了, 是不是? 对。 嗯。 那我为什么看见你爸爸还有个老婆啊? 不知道。 不知道啊? 不知道。 你想想看。 你爸爸结过两次婚不了? 没有一次。 我听我妈说她以前有个女朋友。 太良厉害不厉害啊? 我告诉你们, 过去有个女朋友, 只要同居, 两个人感情好了, 一年以上, 你的命坑当中一定会有这么一个人出现的。 所以一定会有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不要跟人家谈太长。 嗯。 我儿子还有其他问题吗? 脚。 你会说脚。 嗯。 走路会有点瘸。 其实这个瘸是假的瘸, 不会真的瘸的。 嗯。 听得懂吗? 这个脚啊, 像没有劲儿, 脱的一样走路的。 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她现在脑子蛮清楚的。 因为我现在把她, 这个灵性暂时叫她离开了。 所以她脑子现在很清楚。 啊。 谢谢。 认识卢爷爷吗? 看到过卢爷爷吗? 你是不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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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看见过卢爷爷没有啊? 有没有? 看见过她说。 啊。 她因为身上有灵性, 她看得到我身上点东西的。 看看卢爷爷头上这里有光吗? 有光。 没有? 好。 仔细看啊。 慢慢拍, 慢慢拍。 盯着看。 盯着看。 看得见光吗? 一圈。 我灵性跑掉了。 那, 现在, 爷爷帮你治病啊。 你眼睛闭起来。 好吧。 如果热了, 你就告诉妈妈。 啊。 头热了。 热不热啊? 你让她静下来, 眼睛闭起来。 嗯。 好。 小弟啊。 头热不热啊? 身体上。 你花筒给她讲。 对,有点。 她说。 啊。 你让她好好的修。 半夜里, 早点睡觉。 因为晚上一晚了睡觉, 那个鬼就上她身了。 她早点睡觉, 那个鬼就上不了她身。 明白了吗? 完全上。 有人跟你讲话没有啊? 晚上有没有人跟你讲话? 她说, 不知道。 有没有啊? 耳朵听到有人跟你讲话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有人跟你讲, 你会跟他讲吗? 你有时候想想会笑的。 有没有啊? 有。 赶快给他念经吧。 刚刚小房子念掉。 好吧。 还有家里我往生走, 每天要给他念四十九遍。 杀业太重。 好吧。 还有问一下那个同修, 他爸爸叫周正兰的, 1988年去世的。 你们怎么都这么经了? 自己拿到了还帮人家问? 不是, 这个票是他给我的。 给你的, 哦, 你问完了再帮人家问。 不是, 他说先给我, 我儿子问。 是是是是。 好了, 快点啦。 嘴巴对着话同一点啊。 周正在1988年去世的。 1988年, 叫什么名字啊? 周正。 周? 正, 正兰的正。 周正, 就两个字啊? 对。 哎呦, 很高耶。 哎呦, 我的妈呀。 哇。 哎呦, 你告诉他好消息, 是已经在社洁田了。 好, 谢谢, 谢谢。 好吧, 好了好了。 不能忘了, 不能忘了, 给人家吧。 好, 谢谢。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她是。 她这是法国人, 我先说一下, 她的生日是1969年7月11号, 属鸡的。 19 oluş几年啊? 1969年。 属鸡的是吧? 属鸡的, 對。 investor, 看到了。 他想问什么 你叫他问 他跟我说 他从六岁的时候开始呢 被妈妈抛弃了 据说是家族的秘密 所谓这个秘密呢 好像跟他小的时候 一种感觉有关系 因为小的时候 他一直觉得 他的灵魂被诅咒了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好像是被下杠头了 后来他的一个朋友 从一个法国的通灵人士 那得到证实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就是从小的时候 他就一直生活在这个阴影里面 然后2008年 他的奶奶过世了 因为他跟他的奶奶 关系特别特别好 奶奶过世后一年 他就感觉 他的奶奶的灵魂 开始是一直跟着他 后来奶奶过世 以后一年呢 他怀孕了 他感觉是他的奶奶 但是呢 根据医生的诊断 说这个孩子 如果生下来就不正常了 所以他就把这个孩子打掉了 现在他一直就非常内疚 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 好 你先告诉他 他跟奶奶的前世缘分很深 第二 他跟奶奶前世是夫妻 你讲的想一点呀 没关系的呀 他听得见的 他听到有翻译的 听得懂吗 他一直身上有个灵性 那个通灵人讲的也是对的 在过去 他们家族里边 养通灵的 就养神灵的 就是家里共仙的 就是我们中国人讲起来说 家里拜那种家仙的 晚上经常会听见声音 求这个事情就会灵 对 你跟他讲啊 看见吗 奴才长 不管什么样的人 都能看 他现在 灵性在身上 因为鬼怕人 所以他看见很多人 他都很害怕 听得懂吗 是他的奶奶吗 现在是他奶奶 他也说 他说是 经常感觉到 就是他身边的人 在死之前 活着的时候 都来找他 找来之后呢 没多久 这些人就过世了 很简单 要他 他就是说 他能够知道 因为他奶奶在他身上 他就能知道 谁要死了 谁不死 像这种 其实很简单 只要通灵人 他到医院里去走一走 你看 台长有一次 去看一个病人 我跑到医院里去看看 我一看吧 我就知道 这个人 已经黑白无常 把他准备抬走了 这个人过两天 就走掉了 就这么简单了 你告诉他 他到现在必须要大脑 要放空 要经常要想到宇宙空间很大 因为他姓西方教的 所以你要告诉他 觉得有个很大的光环在照着他 他现在是这个情况 因为他生活在一个就是毫无 就是着落的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生活很不幸 他2008年去过印度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就开始学会念心经了 所以他现在一直都会在念心经 所以他还有一个问题 你要感情要告诉他 佛法深奥无比 每一个法门都有他不同的特点 所以你告诉他 要让他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法门 那就是他自己的最好的法门 所以他现在如果觉得能够救他的话 那么他好好地学心理法门 保证他好 听得懂吗 你跟他要讲 要叫他多晒太阳 他现在身上的阴气重得不得了 我知道你阴气翻不出来的 听得懂吗 其实他这个人也是半灵通的人 对了 他其实他完全看着说我身上有没有菩萨 你叫他讲我身上有没有菩萨 有没有菩萨 他说他感觉得到 就这个号 他抽到这个号 在他抽之前 他脑子里面过了这个号 所以他一拿到这个号 你记住了 实际上他这个阴影必须要去除 如果一个人老被鬼缠着 这个人慢慢慢慢时间长了 他就不会正常了 所以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上讲起来 就这个人不正常 听得懂吗 像他这种一定要台长救他 就说要让他念经 你要让他念小房子 送给他身上的奶奶 让他走掉之后 不控制住他 他才行 他现在不是奶奶一个控制了 还有家里一个家县 一直在控制住他 有没有孩子 什么牌子啊 孩子 他打胎三个孩子 一个是掉了 两个打胎 一个掉了 两个打胎 三个 三个 看见了吗 对 哎呃 他奶奶现在不一定肯走 现在他不一定肯走 我看见他奶奶不像一个法国人 像一个其他国家的 这个样子不像正宗的法国人 有点像东欧也不知道 像那种 你问问他不是法国人 你奶奶是不是法国人 你跟他讲国语啊 那人怎么搞呢 冲着我讲法文 冲着他讲国语 有没有搞错啊 搞错了 他妈妈是法国人 她是从英国的国家 他说他这一世 他的奶奶这一世是法国人 这一世 就今生今生 你看 他就说了 他知道他奶奶上一世不是法国人 他这个人 他说对 他想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 这就是属于西人的通灵人 你听得懂吗 所以今天西人的通灵人碰到了华人的通灵人 但是华人的通灵人 你跟他讲 你要叫他要放开 因为你告诉他 他奶奶没有恶意 要伤害他 他心就会放开了 听得懂吗 他奶奶没有恶意 他奶奶没有恶意 要伤害他 你干嘛 你问他还有什么要求吧 不要听你讲了 你还有 他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他的生活以后会不会越来越好 他几几年属什么呢 1969年7月11号属鸡的 你告诉他 他过去有一个男的 跟他慢好的 后来吹掉了 就拜拜了 听得懂吗 他跟我讲 他有一套房子 过去租给一个男的 这个男的跟他很好 对 跟他很好 就等于说住在他家 对 但是 他家吗 但是七个月以后 这个男的在他家上吊死了 现在我说的这个男的 就是经常也搞他的这个男的 听得懂吗 你问他 你问他经常会 他做梦做到过 这个男的吊死之后 这些男的吊死之后 对 对 看见我了 现在帮这个男的 要念小房子 要叫他念小房子 先念三十七章 37 小房子 你告诉他 念完之后 我可以叫这个男的 到他门里来看他 他要看不来 他要看不来 对 他想看 看见不了 西人的想法 跟我们华人不一样 我们华人 不如念念经 超度走了 哎呦 谢天谢地 再要好 不要来看了 不要来看 他们不管了 念完经之后 死都没有啊 还来看我 还问我要吗 来来来过来啊 那他给他的奶奶 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奶奶要六十五张 明白吗 你叫他经常做个动作 好吧 叫他经常做个动作 这样 然后两个手 这样 啊 两个手这样 他就能接到 他就能接到 一种光了 这种光对他现在非常好 其实他很可怜 他现在非常害怕 是的 明白吗 他连上来书发 他看见谁都害怕 对对对 我告诉你 他看见台胆都害怕的 我身上有一种光 他非常害怕的 因为不是他本人 而是他身上的一个鬼 对 本来这个号 他是第一号 就是看头 他害怕 现在轮到最后一号 对啊 他不敢上来 嗯 是我说的对 你问他呀 你问他呀 你相信不相信 马死人能够帮助他 你相信 我告诉你 相信就能接受人家的光 你不相信別人 你就接受不到人家的光 明白吗 我治西方人多呢 没问题的 像他这种病就是灵性病 看不好了 医院里看不好了 没办法了 他想问问他的涂疼颜色 涂疼颜色 是鸡的是吧 是偏深色的 有点黑的 偏深色 不是完全黑的 叫他不要穿得太黑 你叫他那套房子 赶紧卖掉了 你叫他那套房子 赶紧卖掉了 他没敢问这个问题 我说他的问题太多了 Maître Lou 问他能够 很快卖他的家 她准备了 你冲着我讲法文干嘛 对不起师傅 他已经准备这个问题了 我说你的问题有点多 我说先不要问这个问题 你赶快跟他说 赶快要 赶快要卖掉 你跟他说三个月 Mast Lou 给他加持了 三个月当中卖掉 会有个好价钱 好了 我去购买 你购买 非常好 所以有一个好价 Mast Lou 你现在讲了停不下来了 好了 好了 不能再问了 给人家问问了 谢谢 Lu Taizo 谢谢Lu Taizo Thank you Thank you 你们知道吗 我不能告诉他 他那个房子里 不止一个男的鬼啊 吊死鬼啊 因为他在那个男的住进去 就是原来里边有个吊死鬼 就找了他这个男的做替死鬼啊 所以找这个房子倒霉啊 所以房子不好 不能留下 叫阴宅啊 倒大霉的 听得懂吗 好了 你讲吧 师父 谢谢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那 管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 大慈大悲 龙天父法 感恩 大慈大悲 鲁台长 师父 今天 帮我的女儿 1989年 属蛇 看一下头疼 89年属蛇的是吧 对 想看什么讲吧 呃 他就说话有障碍 他走路不平衡 呃 他 其他 看到了 看到了 有一个 有一个男的 在他身上 男的 嗯 你有没有 打掉过一个儿子啊 孩子啊 你老实讲啊 你啊 那个他是最大 就打 他也是最小 不管的 他死掉之后 他就到他身上来了 听得懂吗 哦 你再不老实 我就帮你多看两个出来 呵呵 你老实一点啦 听得懂吗 好的 你老实一点吧 我还看出你年轻的时候 很有艺术细胞 谢谢 这好听话 接下来 交往盛广 人家很多人很喜欢你 年轻的时候很漂亮 听得懂吗 听懂 你好好改毛病啊 你现在要帮他念 他现在身上就有灵性 这个灵性大概要76张 可是我念了一千来张了 一千来张 那是总数 现在我叫你74张 因为台长现在帮你加持过了 会74张念完之后会有个突分本禁 突然之间会好很多的 哦 明白吗 明白 现在我告诉你 我现在看到的他 主要是在他的头部 这个灵性 他经常傻傻的头啊甩啊甩啊 就是那个灵性在甩 哦 这样 听得懂吗 听懂 还影响他的腰 嗯 还有影响他的肠胃 他吃东西非常不好 一会儿吃了很多 一会儿吃不下 哦 什么欧了 对不对了 因为我都是保姆带的多 哦 保姆带的 所以你就不知道 很少在边上 他还会经常笑 那倒是 那倒是 好了 不要再讲了 不要让台长盯着鬼看了 你好好把那小房子念掉 一千几百张啊 现在许愿 一千两百多的 快差不多 你们家房子里面也有个鬼 在进门 你们家进门 走到底 左边 下面 是个什么地方啊 走边 下面 看 到底 房子走到底 左边 下面 我们是两层的 一进去 到一个客厅吗 看见了 看见了 去客厅 左面 后面 左面 那个地方藏了一个灵性 哦 这样 赶快把它念掉 哦 27张 27张 他经常 经常在你们厨房间 哦 这样 还有卫生间 哦 你卫生间经常会听到声音 而且他经常弄你们家的马桶 所以你们家的马桶经常坏掉 你看 帮我看一下那个我们家佛台怎么样了 你家佛台 佛台还可以 佛台好像蛮高的 你佛台是放在二楼啊 因为我们那个约层的房子 你刚才说的一进去呢 我们就是一个小走廊 对 小走廊走到底 左边 左边对吧 哦 家里你们家里的阳光窗户打开 外面倒是没有遮览物的 看着就很远的 那倒是我们那个阳台就有82平方米了 那看见了吗 呵呵 好嘞 好好念经了 好吗 好的 他小房子烧掉之后 我看他现在几岁啊 我看他什么时候能好 嗯 他现在刚好我们明天也去西班牙 他5月14号 我们开法会的时候 刚好是他的生日 27岁 他要29岁这个节过了 30岁开始慢慢恢复正常 在这段时间里边你不能退转 你不能让他吃活的东西 感恩师父 你要是当中有变化 29岁会收走的 我讲话 我说一个人两年之后走 这个人两年之后走 你们全部可以查录音的 而且全部都有应验的 就是那些记录的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你跟我记住了 29岁这个关一定要让他过了 你现在开始千万不要懈怠 你要让你的女儿能够留下来 我希望你好好的念经学佛 彻底改变你自己 你要收收心了 明白 听得懂吗 听懂 你不要再自己管自己了 你这不是个很称职的妈妈 听不懂啊 听不懂 还有那个放生呢 我们已经差不多有 差不多有一万条鱼放过来 那还有多少条鱼呢 放鱼继续放 继续放对吧 好吧 明白 放吧 明白 你反正有钱的吗 我都看得到 也是菩萨保佑我的 菩萨保佑你的 我都看得到了 三个银行 谢谢 谢谢师父的激扬 感恩师父 你好好的努力了 听得懂吗 听懂了 明白 我告诉你 你自己要真的好好修 你要不修的话 以后你欠他的 下辈子 他在为你要 所以圆圆相报 何事了 明白 好吧 明白 好了 感恩师父啊 好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呢 记住台长 台长的第一次到西班牙来 如果呢 你们好好念经修行 下次让更多的人 做见证 相信 那么台长以后还会再来看你们 你们记住了 医生 如果哪一天判你们 说你们的病没有办法看了 你们一定要记住 还有关心菩萨会保佑你们 还有个台长可以帮助你们 希望你们不要离开台长 台长也不会离开你们 好好相信 今天